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距离古历的天元六连霸记录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了 下个月陈耀夜还将和李士时进行春蓝杯冠军的争夺 我们也期待同里古镇的好运气 好状态能够得以延续 本周还有一项大型的赛事在国内是决出了冠亚军 这就是第二十届剑桥杯中国围棋新人王战 5月16号 陶欣然四段在三藩棋决赛第三局中 中盘击败范韵若四段 从而以2比1的总比分成功加冕中国围棋新人王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新人王 从古力 常浩到孔杰 到现在的周睿阳 石岳和范婷玉 这些世界冠军可都是从新人王战出来的 可以说新人王是中国年轻棋手的月龙门的必经之路 说过了新人王 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三位最抢劲的棋手 他就是李宣豪四段 1995年出生的李宣豪来自重庆银行队 在本周进行的2013年金绿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击联赛第六轮的比赛中 李宣豪坐镇主将位置 迎战来自广西华兰的韩国第一人李氏十九段 结果经过213人手的激战 李宣豪直黑中盘获胜 驻本队3比1大胜对手 本轮过后 重庆银行队也站上了积分榜的首位 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移动上海和大连上方行业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细细的品位 小小李 李宣豪四段 对阵小李飞刀 李适时天王的这盘精彩的对局 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球丹云二段 有请二位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讲解 2013年经历智能手机杯 中国维系甲机联赛 第六轮的一盘精彩的主将之战 那么这盘主将之战呢 是由广西华兰队的主将 大名鼎鼎的李氏十九段 对阵重庆银行队的一位小将 李宣豪四段 那么这个李宣豪呢 其实在之前啊 都没有作为主将出战 是这样的 因为重庆队这个大将太多了 比如说古利啊 王席啊 谢赫 一般来说都有古利 或者是谢赫担任主将的时候比较多 但这个李宣豪呢 在此之前的战绩呢 非常好 此前的五战呢 他是出场了四次 四战全胜 没有一盘败机 而且呢 他是名副其实的九五后 是九五年出生的 所以是一位小将 十八岁 对 这次派遣他上阵的 可能是因为他状态比较好 也可能是他年轻有为吧 不知道他们这个重庆队的教练 是如何考虑的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能派他做主将 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对 真棒啊 给大家选了一盘棋 我们这个精力智能手机杯 这个比赛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还可以做 作为一个叫做 旗戒人物特写的 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今天这两盘棋呢 我们几乎就可以通过 他们的棋局 对于李宣豪 还有李世时 这两位人物呢 做一个盘上的特写 很好 刚才小球给大家介绍了 李宣豪 这个才十八岁 对 也许还不到 九五年了 是个非常 非常这个前途看好的 年轻的棋手 优秀棋手 当然我们中国职业棋舰呢 最近这些年 这个年轻的 这个有望的这些 职业高手太多了 现在都已经九五后了 我本来刚才散出个念头 给大家背一背 他们的名字 后来我发现一长串 太多了 就算了 省略了 那么要说一下李世时 李世时九段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古地九段 韩国的李世时九段 我觉得还是堪称世界棋界的 比肩的高峰 没错 他们两位 这个李世时九段呢 很有意思 介绍这盘棋很好 要不有些话题 我们还是结合 他们的棋再来议的 是吧 我们现在先看棋 对 这盘棋 李先豪直黑 没错 黑棋走这个 这个李世时呢 上一盘刚刚输给了一位小将 广州广日队的童玉林 这个也都是很 应该说很意外 本来那个两个人 能对上就挺意外的了 因为这个主将呢 一般都是比较大命定领的棋手 是啊 但是这次呢 都是小将出战 叫不叫田击赛马 有可能有这个意思 对 或者是冷枪击中 亦或是我们年龄大一点的棋友啊 就是我说到一个特殊的台词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记忆 叫做吊转尾炮 就是打海仗的时候 他不用前组炮 而是吊转尾炮 我说到这的时候呢 有些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 行 我们还是看这个棋吧 下面一刀棋呢 白棋里四十九段挂 直接挂 这个也是最近下了好多盘的棋 对 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 就是抢枪挂个脚 希望局面有些变化 那么黑棋呢 你先好好拖 拖这个 然后白棋搬 黑棋退 然后白棋再沾大厂 对 这个棋呢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这么下的 所以都快要成为关招了 一种独特的自由 奔放的开局 黑棋下一招断 那么白棋也扫一只脚 虎有脚在这 对 一种奔放的开局 差不多吧 对 我觉得还早吧 还早 也很难说谁好一点谁坏 对 等于是这样 如果这样就完全一样了 这样就完全一样了 现在我们需要求证 白棋碰这个 黑棋搬这个 这两招当然是白棋不好 对 确实不好 因为下手太早 是的 那么这一招呢 本来是聚损 应该可以暴死 但是呢 他选择了退 这两个交换 谁便宜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是黑棋便宜了 但是便宜了多少 这个就不太知道了 这是纯理论的一些思考 因为为什么说要提出一个问题 是便宜了多少呢 如果是便宜的这个程度很低的话 实际上这个布局呢 白棋就比较满意 因为他约束性的下沉了这样 本来他不一定下得成这样 他等约束黑棋就已经下成这样了 你比方说你先走这个 他也许来挂你 是不是啊 对 然后你先走这个 你没有挂他 也许他就先挂你了 对 他因为抢先动手 但是呢 如果能够约束黑棋下沉这样 白棋是稍稍有点满意 因此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这个地方究竟黑棋的便宜 白棋的局部小亏损 这个程度有多大 不太知道 总而言之还是一盘棋 还早得很 还早得很 我们接着看吧 下边一条棋 黑棋拆一个 对 因为我们看这盘棋的时候 一个是维甲联赛 他的主将之战 没错 主将是比一盘棋还要大 是吧 1.5盘棋 2比2的话 就看主将胜 还是主将副 主将副得1分 主将胜就得2分 对 是这样的 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 第二个因素 当然我们李轩豪 我们中国现在职业棋手 年轻的 就18岁左右 十几岁的孩子 很厉害 第三个就是李士时 这个人物特写 要考虑一个什么因素 我们大家肯定也知道 我一提大家就知道 就是李士时 到我们中国维甲赛场上来 下去已经很多年了 没错 那么过去 他的故事是这样 外源来了 当时 现在怎么样 钱的数额 我就不说 我也不太知道 但是当时这个故事 是怎么回事 就是比方说 1万美元 出厂费 一盘棋 1万美元 当时恐怕都有十几年前了 而且当时的美元 跟现在的美元 跟中文币的比价不同 好了 后来就某一个队 请了李士时 李士时就按照当时 那个行情 1万美元 很高兴来了 他其实对我们也非常 大家关系都很好 只不过他就提出了 他能不能这样 1万美元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一点 但是 我如果下这盘棋 输了 我一分钱都不要 这是李士时特色 后来果然是这样 那么现在究竟怎么样 行情怎么样 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们 借此可以了解 李士时九段 他的一种 非常鲜明的 个人的性格 同时 也可以了解 刚才你提到 他输给佟宇林 对 他输掉这盘棋之后 你说人家千里条条 来一趟 一分钱都没有 是的 不过普遍 现在好像 基本上都是 采取这样的行情 我指的不是数额 我指的是输赢 对差距就是这样 但是过去这些 有些大腕 十几年前 我们请这些大腕来 各队 都是你反正下这盘棋 就是那么多钱 甭管输赢 你来下就那么多钱 以前是这样 所以称之为对局费 对 现在其实也不能称之为对局费 因为你输了 可能一毛钱都没有 对 主要是李士时 他自己这样 我觉得他小伙子 过去反正 现在也可以称他是小伙子 非常独特 对 行 我们看齐 那么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下边李士时九段 立刻就把它退出来 对 黑棋一长 白棋再飞起来 飞这个 对 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开局 新的东西 从李士时九段手里 下出来比较多 是的 这个定型 在过去价值观当中 是白棋不被看好 就是立刻动手 白棋不被看好 那么过去还有一个 连环套的东西 就如果白棋立刻动手 不被看好 就意味着他要在之后才来这样定型 也许才没有那么亏 如果是还要等到以后才能兑现的话 那么先交换成这样 白棋一般就不太愿意 过去他虽然连环套 但现在这个棋就更自由了 所以他马上就这样下了 这个也李士时九段才这样 他才能下成这样的棋 这个棋型普通来说 如果说这边没有的话 或者说离得很远 白棋是拆在这 对 比较正常一些 对 刚才我这个结论也包括 白棋定型很少有这个的 对 飞起来就是 它是棋型是有弱点的 对 它必须是 几乎必须是一定这一代有配合 或者是这个棋子有根才能飞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把这个头翘起来 这个是很少见 因为这个棋型不结实 对 以后人家打入你很容易的 人家挂这 你有什么办法 能反而一下子攻击得很好 下面一飞或者一拖 很容易就伸根 而且把你的根都给去掉了 对 相对说来 但是过去这些 在李士时九段的眼里 仍然算第一阶段的一个印象 因为我们知道围棋 它好多评价 它的性质的转换很快 它好多评价都是说 这一瞬间 它是这个评价 稍后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 所以李士时它是在这方面 对于围棋的时间概念的思考 它思考的比较多 好 我们接着看 黑棋下一招 手脚 对 我们的李轩豪 他已经赢了四盘了 在围棋 我觉得很意外 因为专门去查了一下 然后他之前基本上都是下快棋的 大概下了有三盘快棋的样子 全部都赢了 包括长浩 因为不是主将 他的对手可能不是特别强 但是你想在围棋上要保持全胜的战绩 不太容易 对 很难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边一招棋 白棋也连成一片 是吧 黑棋挂 这个正常 黑棋再拆回来 双方都是大模样 下一招 李氏是九段 跳 那么这个地方白棋也比较大 是吧 接下来黑棋下一招 因为大模样对峙 往往下到一定阶段 他就必须 某一方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继续经营我 还是去着手 破坏对方 或者是遣销对方 对 那么现在这个格局 考虑到白棋这一代幅度 它的幅度比较大 但是它的棋型结构不是太好 所以李生豪选择去破坏白棋 或者遣销白棋 而不是自己经营 我觉得是符合棋里的 如果这样手 就觉得黑棋有点偏于边角了 对 在中央这一代 因为刚才白棋已经跳到这里了 如果让人家再经营一个的话 进入肯定会变得困难很多 当然你多巴还是要进去的 对 当然这也是一盘棋 是 是吧 怎么下都是一盘棋 但是李生豪他这个浅销就是很好 接下来的故事很好 接着看 白棋里四十九段 下边一朝棋 走了一个奇特的选择的方向 它飞在这边 对 一般无忧角被一震 它面临到一个方向往哪边走 是吧 照我们一般的看法 小秋 我觉得白棋往这个方向走比较好 这样 为什么 第一个幅度比较宽 这个或者这个 这幅度已经比较宽了 这是二四拆五了 对 当然这边也是二四拆五 第一个是因为它幅度比较宽 这个结构让人不放心 第二一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这一带的地方 黑棋如果下去的话 白棋可以借此顺便巩固这一线 它就可以借你 就是东边不亮 西边亮 你进入东边我西边正好 好 就可以进银行 对 而如果你走了这一带 其实你这边还空 这一带被它一下来之后 你借力金银 要金银那边比较远 是 所以宏观思维 或者说抽象思维 有这个内容 那么李适时就选择了这个 其实走在这边 就黑棋往这边走一走 或者拆拆二之类的 双方都是比较平和的下法 相对来说 可能它这个 其实是更凶狠一点 因为它接下来的招法 就证明了这个说法 对 它还是不信其 李适时的嘴段还是不信其 它想要更凶狠的攻击 对 刚才这个图给大家摆一下 如果你飞到这儿 它还不好意思尖这个 对 那就单靠吧 那你只有单靠 单靠人家一推你就走点 你最凶的走这个 走这个它就飞 然后你接下来 你接下来怎么走 因为这儿你要它再飞过来 你这个棋性也比较局促 关键是这个地方白棋 就必然不劳而获 是 如果你是尖的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尖黑棋 当然这个就可以尖了 然后虎一下 它立下去 你再一猜 它也是飞 或者扎钉 可能飞一个好 那么这个子 当然是在这儿效率更高 尖当然也可以 那么下成这样 宏观上来说 白棋还是可以拔到一个 欺负你这个 巩固我这个 这边变成实地的这么一个目的 按说是这样 比较正常的下法了 对 这个李适时九段下了这个飞 他一般下的招法 都是比较出人意料的 出人意料 李适时九的小伙子也是很奇特 这个刺也是文章无穷的一招 先点你一下 对 按理说直接靠就可以了 现在就直接靠下来就行了 对 单靠下来 单靠下来的话 对 单靠下来我觉得白棋直接印这个 它咔嚓一段 可以下的比较轻 这我们大家都会 是吧 然后你要顶这些 是显然属手 它这边有腾挪的空间 是不是白棋有可能走这个 我觉得白棋有可能走这个 接下来 黑棋可能在这一带 有各种腾挪手段 或者说怎么样 这个骑行 要说起来 那是过去 这就是古代 过去的围棋观和现在的一些区别 我们资历比较生的棋 有一定记得 所谓微角两翼张开 据说过去有个印象 好像这一阵就是一个好点 对 就好奇 好像是这样 其实未必 还有 这个阵完了之后 过去就是要么你从这边飞 它就尖了靠 或者刚才给大家摆了一个变化 如果你从这边飞 它就靠下来 你一般它就扭断 你上边搬它一段 又借力 你顶起来又是属手等等 过去有一些观念 既成的观念 但现在这些观念都不见得管用 因为它都是什么 会不断的刷新 举个例子来说 你如果单靠 它可能走这个 是的 你觉得一加 它冲过来 过去造价值观 过去的价值观 它会冲 是吧 那么你可以断吃 腾挪 你也可以下边叫吃 去坐火角上 对 有两种选 对 过去认为就是这样的定型 现在不一定了 现在小球你加的时候 因为它周围人多 它直接下力了 这个够凶悍了 它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凶悍 是不是 你要走这个 它就要走这个 加一个 对 你说你加下来很厉害 是 它就拐回来 怎么了 它说你怎么了 你不是总体不好吗 所以这个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 就是现在这种定型 我相信有一天过不了多久 我们大家就会看到 就会有的 对 你看局部你是把白旗的唯有角涵 给它撕烂了 但是总体来说 你一个眼都没有 四周都是白旗的人 没错 那么接下来的攻防就要看谁的这个 力量大 对 确实 所以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话题也要给大家说到 由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李轩豪四段 他这个刺 假如说是有意而为防止状的时候 他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那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 因为要说 先要你一下 试一下你的应手 然后再决定接下来的招法 应该怎么进行 好 李适时当然是不堪 爬在底下 好 这会儿李轩豪再一靠 然后再靠下去 就白旗不好意思变了 他不好意思走这个了 这个亏了 对 如果再走这儿的话 那就跟刚才不一样 人点的时候 本来你应该接在上面了 对 就爬到底下去了 对 留个冲断 所以经营模样的一方也困难 所以说攻击也很困难 防守也很困难 你比如说你经营不好 它也许蜻蜓点水下到这儿 它不走了 将来它这个机型 你比如说它这儿撞 你还得走这个 它还可能有冲 还可能断的 还有这些变化 对 所以李适时断人不可 那怎么办呢 只有揪住它 顶断 同时又不好二路斑 二路斑就扭断 那个著名的变化 我们大家也都清楚 但是还是摆给大家看看 十字扭断 这一扭断 白旗就必然要帮黑旗下旗 打车 顶打一个 如果你接上 我就拍施一下 然后外面不一定要糊 你可以走别的 走别的 任何棋都可以 你接 比如说这样 提 空间有限 既不要接也不要糊 都是很重的 对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型比较方 现在像是挺好的 挺有意思 是的 你吃哪里它都不要了 然后你到处都有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所以那么你要提 你要提它这儿闷你一下 拍一下 白旗多半只有接 然后它好像这个也行 也可以 反正这一代的黑旗比较轻 比较轻 几乎哪颗旗子它都可以轻 都可以不要 只要它大部队能跑出去就行 对 这个算是基本功 是的 行 我们看实战 结果李四十九段它顶 这顶大概是黑旗比较满意 但是接下来的定型也仍然很有趣 黑旗挡上 挡住 白旗一斑 一段 白旗一段 对 这个旗在飞完了之后 再来断这个一般来说是不太好的 但是李四十绝顶高手之一 他是敢于打破很多条条框框 是的 接着我们看黑旗 李轩豪的定型稍有问题 然后再斑这个 对 这个斑稍有问题 最好的定型方式应该是叫吃 咋吃这个 对 白旗长 然后再点这个 这就对了 这个白旗就会非常难受 这个旗型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这种旗型一般是很欢迎你来走这个 如果你走这我刚好搬住 这是一个铁眼 然后底下再做个眼就很容易了 上面头还在外面 假如说这个旗型最怕人家就穿进来 但是现在穿 我显然冲过来刚刚好 对 外面你马上这里要被我冲断了 这个冲断显出来了麻烦了 他就接力打力 然后你走这个 他就走这个 也是这样冲出去 反正刚刚好这个旗型就走到这 你压这也不舒服 你穿进来也不好 对 让你下哪都不舒服 还有 这个旗型还有 作为黑方来说要考虑一个问题 当然白方也要考虑 就是这个二路的街非常非常大 巨大 因为它一接完了之后 下一招它就有眼 是吧 你只能接上 而且把你的钱也卷过 我立下 我渡过 然后你这全是被破掉了 对 这脚是黑旗的有三木旗了 有一只旗 又搬不进去的 对 因此黑旗下成这样之后 它是既自己的形状做一个弹性的处置 同时心里念念有词 就说只要你不走 我下一步就接 因此白旗本来最狂的是这个 加在这 但黑旗有很多变化都不考虑了 直接去接就行了 白旗闷打这个 黑旗先把这个加了再说 我先加掉 对 这个牧鼠捞得太愉快了 对 总的来说 应该是黑旗 也不能说 因为外边下大雪了 白旗外式还是很漂亮 但是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下边控和脚上的控给它捞了一大半 给它洗光了 对 总的来说是黑旗稍稍有力 是 觉得还不错 确实 来我们看实战 这个地方 李先豪的这个斑稍稍有点小问题 但是问题也不太大 白旗现在尝着 这个顶头舒服 因为在这个旗行当中 由于这两招已经交换了 它一断这个 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叫吃 这个肯定不要了 第一时间就想叫吃了 我觉得它哪怕是叫吃了再斑都好一点 对 它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松懈 然后黑旗立下来了 立下来了 对 再去把这个断了 断掉 对 断在这的时候 黑旗能不能这样吃出去呢 王老师 这个吃出去它觉得不太舒服 对 它弯下弯 不太舒服 形状不好 你如果度过 它把你断了 这很显然 不用说 你如果街上 不管你打不打这一下 人家竖下去 这全一个盐都没有 对 这个不太好 你看起来你头储出去了 但是底下没盐 人家把木全部牢牢的守 是 那个不太好 不好 这样 这个地方 李四十九段这个断 也是大局招演 李四十九段它的棋 它有些特点 我们待会可以慢慢品味 挺有意思的 现在他可能觉得 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嗅觉 反映到了李宣豪这个斑 有点问题 所以他选择了长 李宣豪立下来的时候 李四十九没有更多的追求 他觉得大方向控制 应该白旗还可以 其实就是说李宣豪固然没有下出最佳的结构 但是由于整个白旗左边这个定型从续盘开始 我们觉得它这个结构稍稍有点欠缺 对 就是刚才这个飞起来 对 飞完了就一跳 虽然你大局上看它都是正确的 因为它飞 它要抬头 控制你这个模样的发展 如果拆底下被你上面点亮一下 然后它又跳投了之后 限制了你模样的发展 但是这个形状是有缺陷的 对总的来说它结构不尽合理 对 所以即便是黑旗稍稍操作有点不到位 但总的来说黑旗全局并不差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关键是李四十九战 他可能认为局面已经还可以了 所以他就 而且面对一个18岁的小伙子 说不定还不到18岁 对 因此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白旗还很想吃这个 断打 这个吃掉很厚 这个吃掉这一袋黑旗完全没起下 除非李轩豪抡起旗子的 要把这个给他冲掉 因此白旗要考虑要追求 本来像这一类的投尸问路先走走 也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先顶一下 你走任何其他 这个也贴过了 你受不了 你走这个被他便宜了 会缓解这个冲断 你要跟他纠缠的话 他就再给你挖掘 但是李适时这个他就没有考虑了 他就直接去断了 那么李轩豪他能够把这个接上 我觉得还是不错 接回去 这个能接回 赶紧接住 你接着往下看 挺好 白旗虎 这个虎有难言之隐 虽然对黑旗有挤压 但是自己这个形状有缺陷 这个缺陷就是这个 眼貌精心 一般我们广大的旗友可以 建立这么一个印象 只要是这样的虎口的形状 被人家打回来 打成一个草帽寺 就是这个形状 一般来说都不舒服 一般来说不舒服 偶尔赢这个旗行 可以成为或者你赢其的武器 但是那是偶尔 作为大概率事件来说 这个总是不好 对 被人家拍一下总不舒服的 李九 当然他现在要防止 刚才小秋说的冲出去了 所以他要用这个 你现在如果说自己很老实的 这样补一个也可以 但是这个脚就没了 心疼死了 又被加进去 太大了 实在是 我觉得木树还是要牢牢的守住 所以他先虎一个 先虎一个 这黑旗必须得硬 黑旗如果现在去加 白旗顶一个轿车 白旗就把这个冲下来了 对 所以李轩好把这个补回来 这是对的 然后赶紧把脚 这道力也很重要 这道力是李适时就一定要下这个 应该说这样的骑行 李适时九弹局部是比较精通的 比较深刻的 我想调侃一下 如果是过去有些棋手对这个骑行 说不定他会在纠结我 究竟是该补这个 还是该立下来 因为立下来明显好了两步骑 但是将来这个地方的味道 或者是打起劫来的话 也有可能我这个是在这有接应的时候 说画示意图 打劫的时候 还有人家要搜刮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干净 那么过去像别人说 像两日制的棋 时间很富裕 绝对丘业 高手就得丘业 我下哪一个好 但李适时他一秒钟都不用 他肯定是效益最大化 他先立下来再说 另外立下去不单单是比这个病 可能木树会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对他死活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因为他可以拖到这儿 如果你冰在这儿 他是不能拖到这儿的 对 这个故事很多 小邱也试图做一些解释 我刚才也给大家说 李适时肯定一秒钟不用就下这个 就是所谓这个拖 邱战云他是这样 所谓这个拖将来危险眼味 在你拖之前 他先问你 他先断了长一长 你也闪得不得了 所以就是说过去的一种观念 回过头去补是有道理的 你说他走这个 你怎么办 我到底是拍斥这儿 我还是打了 你只有打这个 要不然你的拖没有 好 你把交换完了这儿 他来补这个 补完了将来这一项 我们就发现这儿也有先手 这一碰也有味道 先手很多 现在是没齐 但是时间过了很久之后 空气变了 湿度变了 情况不同了 它味道就不干净了 这个也是他们这盘戏带来的 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招棋 李轩豪碰 好棋 白棋退 是吧 对 然后黑棋下立 老老实实不活 这里头也有很多变化 就不能面面俱到 因为接下来还有很精彩的故事 其实这个棋 还有一种下法是可以冲 就不能多说了 先吃 再冲 到底怎么样 你必须挡 你挡它断 你要挤打 你挤打它退 它就一心一意把你这个吃掉 也有 你提它这先来一下 你接上它在住过 然后你再拍打上头 这个变化也很好 还有好几个变化就不能多说了 总之 这个地方就是它留着了 留着味道了也是对的 而且李轩豪的小伙子也绝 现在这年轻人就是思想好 过去我们要说的这种情形 看都不看 先拍掉 先爽了再说 这个它不 反正你要补 它让你补 补成这样之后 将来有一天 它果然没用这个 它用到这个 你说这个小伙子 所以他们感谢他们 我们现在的年轻高手 他们的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思路 真的使我们围棋是拓宽了 尽管他们也有不足 但是这方面是他们最大的长处 没错 就是自由 它这个都不打 假如说这个骑行是这样的 就是说下成这样之后 再回头看这两个子交换的话 它未必便宜 就这两下交换到 有可能是损了 假如说将来都是白旗的空的话 你有可能已经损了这半个字 所以说很难讲 很难讲 这也是很纠结的一个地方 但有时候打的可能是很有用 所以他先不打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总的来说这个变化的结果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早了 也没有觉得好像这一代的变化 就谁一定便宜 可能差不多 用外交辞令还是比较好 我是觉得差不多 好像没有觉得 飞机不错 白旗也不赖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这个结论 飞机不错 白旗也不赖 但总的来说 由于李轩豪刚才这个地方处理 他最好是应该打吃了再点 被李诗识这样走过来 给李诗诗一个选择 刚才可以顶鼻子 总的来说 年轻小伙子在这个地方 它水平已经很高了 但是这个纯度好像还不够 但是同样是总的来说 黑棋毕竟把白棋的模样全部掏光了 所以白棋固然有外事 同时落了后手 黑棋的全局并不差 第三 就是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局部变化 很重要的是 它孤立的评价 围棋盘上的任何局部问题都没有意义 一定要跟全局相关 它全局在这个画面当中是一个什么意思 一个变化下完了之后 某一方增到了先手 如果它增到先手 全世界没有别的棋 只有单关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孤立评论一个局部的得失了 如果它盘上剩下一个大厂 比你刚才那些得失大得多 那么刚才它吃亏了 它全局也便宜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考虑到 现在这个情形也是这样 现在轮到黑棋下 轮到黑棋下 太大 你想如果轮到白棋下 那简直是还得了 这个是我们也用了很多回 叫北国风光 这是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但是现在该黑棋下 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候该黑棋下 因此最终还是要设个结论 我感觉全局是黑棋好 对 这其实黑棋赶紧在中间 现在这个中间的地方特别大 不得不强调 因为白棋这是铁后 如果让它再撑一个的话太巨大了 虽然它是铁后 后来我们没想到白棋是这也差一点要死 这也差一点要死 各位看看你不觉得现在其实很有悬念吗 这个地方要死 这个地方要死 当然黑棋这也差一点要死 对 很有意思 接着我们讲故事 这个故事也很好 就是白棋掉 看来他显然是不太想自己唯控 比如说在这一代 觉得自己唯好像太小了 这不行 唯不是 两班收府 陈尤小 得进去 对 石像下早就交过了 就是李四十九段 他的棋像这一棋是他的特点 小秋我想这样来形容 因为他想叫你们掉 是吧 然后将来就盯着你这一线的各种各样的味道 对 所以后来李轩豪非常了解李四十 他下了一招非常奇怪的棋 这招棋 述我直言 我有点意见 他后来下了这个 对 这个棋 我一看就不对 实在是不太容易想到 但是我觉得还要全面的评估李轩豪他的想法 因为在围甲赛场上 能够跟李四十下上一盘棋是不容易的 对 小秋刚才说的对 并不是每一个棋手都能碰上他 那么这回人家重庆银行队 大胆的启用新人碰上了 所以很珍惜这是肯定的 又非常了解李四十怎么办 长草厨豪先把自己的毛病补好 这个故事 我就想起一个什么 就李四十九段它的特点 有很多特点 其中一个特点 邱淡云 就是一句古诗上说的 叫做林岸草金风 林岸草金风将军夜饮宫 这句话我还是听过了 我们旗友当中喜欢谈诗送词的 可能有印象 他就说林子里边突然一股风来了 以为是老虎来了 所以将军夜饮宫 李广将军一箭一射 第二天一看 这个箭都穿到石头里边去了 结果没有老虎 那么李四十九段就是林岸草金风 呼吱呼吱一股风 晚上奇妖身的毛草当中风来了 你以为是老虎呢 你真要用剑去射它没有老虎 什么都没有 就是刮了一阵风 但是如果你不拉弓 你不射的话 呼吱呼吱这个东西就给你扑过来 它就是似是而非的盯着你的有些东西 这条棋很能说明它的特点 李四十这方面特别擅长 林岸草金风 我觉得这个诗句形容它挺好的 黑棋这部棋就看起来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 奇怪 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可能觉得是白棋这里太厚了 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老老实实补干净了 是 我完全理解 但这条棋毕竟怪 所以棋性歪 我觉得还是要以攻为守 其实现在黑棋飞这个以攻为守最好 你走了这个之后 白棋下一招我们要静观李四十的表演 希望他拿出高招 按照一般的思路 这棋白棋已经很难下了 小强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你飞 你被他关进去不行 你飞啊 黑棋可以跨断 抢先出手 在你要给我玩这些花拳绣腿之前 我先把你咬住 而且这边黑棋人多 你甚至要用这些方式来引针 第一个它可以让你引 这个子不要了 这个子拔掉也没有火 第二个你引针都来不及了 它可以不理你了 因为你这个大不了就是扳了退 你还能怎么样呢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当我飞过来的时候 白棋第一个不能飞 第二个不能靠 我们知道这个靠是属手 黑棋扳过来就行了 把黑棋走后了 走到一定的时候 走后这些毛病都没了 比如说这样 就以攻为守 所以它不能飞 不能靠 当然也不能尖 尖太慢了 接下来你当然不能打入 打入了黑棋完全不会了 飞断都可以 你上面就活了 你也可以 最后你大概要下这个 继续所谓的临岸草金风 它就袖着你 那这也没关系 黑棋可以大大方方的 这会儿用一个手手 扎掉 接上 然后大局为重 不要去走这个 跳过来 上椅下去 再把这个一围住 行了 我这边是活的 这外边是好的 您这块区要活 您这块区要活 我这边会获得一些利益 这边还会获得一些利益 没错 而且我这个地方子力多 你外事要成空的时候 就差了 我建议他抢先出手 以公为首 一般来说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理论 但是可能下的时候 李轩豪会有点畏首畏尾 也有可能 还有他不见得畏首畏尾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心理状态 肯定是比我们过去好 我们过去像我那个年龄 还在下的时候 其实下得不好 但是那会儿在下 下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障碍 有瞻前顾后 现在年轻人不会 就是李轩豪碰上李逝时的时候 我相信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 那肯定不会 更多的是非常兴奋 因为建功立业的是机会报 非常渴望 他们都是希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的 那么一拨人 因此他心理状态肯定很好 他这个我觉得我把它解读成 就是太了解李逝时了之后 同时由于觉得形势不错 对 太小将了 又是组架 所以可控一下 但这招戏很不幸 确实是还手 那么这个棋 接下来白棋 中间这个子要如何处理呢 还是他要回去守一下空呢 还是继续他要破空呢 到底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精彩的对局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欣赏李逝时 和这个年轻的李轩豪精彩的对局 对对对 到二路掏空去吧 这个地方我要先给大家报告了 还是李逝时九段这个人物形象 小球他是这样 刚才我们说到还一点啊 另外还可以朦朦胧胧的说呢 李逝时九段他就是物理学家 棋盘上的物理学家 就是棋子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他力量很强 认识很深刻 对 同时呢 在有战斗的线索的时候 哪怕是一个大的格局 全局的格局 他这个全局观也很好 可是呢 人都有缺点 如果一定要挑的话 我觉得李逝时九段 确实以下的招法 说明了他的一个缺点 他就是 嗯 立体空间的抽象思维的这样的感觉啊 嗯 没有他应该有的那么高的水准 哦 比方说这招棋 以及之后的变化 嗯 这是一个很很难准确描述的东西 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围棋他是这样 就是他是写实和写意结合在一起的 嗯 又有大写意 也有非常准确的写实 它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李九段呢 是在写实这个方面特别强 嗯 是吧 但是在写意这个方面 他还没有达到最强 这是我的想法 就比较抽象的一个部分 对 不是很强 像现在这个局面 以下白棋这个定型下完了之后啊 从此以后白棋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嗯 当然 呃 也可以抬杠 我们围棋盘上抬杠是最好的 就是你说了什么我都不信 没用 然后大家都认最后谁赢了 对 是吧 也有这种趋势 但是我们要品位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思考啊 现在这个大写意是应该怎么下呢 呃 我待会儿因为懒得把棋子拿下来了啊 待会儿再给大家说结论 就是说这对人为什么他不好 要推荐白棋下的一招呢 现在全世界都很虚 嗯 其实现在这个虚是最好的 就是这边都不动 全部都不动 然后白棋这边也不动 哎 我给大家建议我的考虑啊 就是这个地方来掉最好 因为你不掉呢 终归也缺一手 你比较黑棋这个也算是一个小线手 你就算挤这个线手不是也很难受吗 将来他要成空的时候也可以接 是吧 还有呢 那实在着急的时候 像这些棋也不知道有没有 也是很讨厌的 这个是最狂的 你接上了 他把这个断了 嗯 你吃出去 待会儿他这打吃 把你外边两个子可以卷 嗯 这变化大家一瞄就知道 呃 白棋不怕 但是周围环境变了时候有这个东西 有可能黑棋就使出这样的强招 对 所以现在白棋啊 等一招让黑棋出牌 这个是最好的 嗯 你如果要走这些的话 他就从这一带再飘过来 嗯 那当你围到这儿的一瞬间 这个李诗诗的长处就出来了 你都围得差不多了 后来 先让你围 等到你围的 就已经一步一步的手术都花进去了 然后再试你 再试你 讨厌你 这个你烦得不得了 是的 那么后来我们来看李诗诗 他的写诗啊 他写诗这方面很快 这个棋就很被动 对 他写诗 那么这个定时我们大家都会 他写诗是吧 对 这个定时 好像在最近的对局中 已经很少看到了 对 因为 最近更多的是这个 都是长 但是他这个纸必须在这儿 让他可以拆三 他现在拆不了三 对 拆不了三 所以他不会这样下 普遍认为这个定时 白棋的实地损的有点多 对 这是过去的印象 那么李诗诗叫吃 黑棋一长 白棋在弯吃 对 黑棋退 这个定型呢 我们的棋友应该是比较 比较熟的 那么黑棋下一条必须要把脚上吃掉 这已经是很老的一个定型方式了 对 长 跳一个 不能被他滚包 所以黑棋要贴 白棋扳头 下一步这个 黑棋不要随便撞 这个撞不见得便宜 对 你也可能帮他的忙 他一叫吃 现在他可以考虑二路虎 也可以考虑街上 你吃他又不要了 对 是吧 所以黑棋是保留 保留白棋当然将来就有一个叫吃 但是白棋他是高手 他也不愿意吃这个 说不定有一天他还想用这个 是不是 比如他这来靠的时候 还给你捣乱的时候有这个手段 好 这就是一个定型 下成这样 李诗诗可能在一瞬间觉得 哎呀 我这两招的交换很有意思 是不是 还防了这个段 没错 间接防了这个段 确实 让这部棋变成了一个好棋 对 但仅仅以此为满足 其实还是太写实了 对 确实 王老师 我对于定式的白棋这一方很有意见 你是什么意见 我觉得它实在是不太好 控损的确实有点多 而且控损完了之后 你说你有个外事 或者说是有相应的所得也行 但是你并没有很安全 这块棋你说你活了吗 让人家外面走一个 人家也很客气了 走到这 我还没有走到这 走到这 你恨不得连一个眼都没有 所以我对白棋这个下法实在是不能赞同 要我下 我绝对不肯下白棋 不肯下白棋 对 但它毕竟是以这个为满足 所以这个它有呼应 动虚相应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会儿 全局的形势 因为左边也很大 这边也很大 白棋出了一块棋 哎呀 球单云有意见 我也觉得有意见 他是画省意 大模样作战 就是你要写实 你要定型的时候 最后要慢 一定要到最后关头再来定型 这样效率才能最高 所以刚才那个大写意 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 哎呀 但是这方面 确实李氏十九段在大写意方面 给我们辉豪泼墨展现的东西 不如他妙手鬼手 力量手那些 不如他那些那么多 以大局取身 好像不是他的长处 对 我现在一边说一边在想 我希望一边说一边想 想起一个例子 就是他这个气势辉宏的调控大局的起码 我居然没想出来 但是要早肯定有 所以我建议他走这个 行 我们现在接着看 这个李宣豪大局现在不错 全局形势不错 但接下来李宣豪也有一个叫做莫须有的一个问题 这个打入是好奇 这个逼迫堂堂李氏时不敢这样去吃它 这个吃它好像不太容易吃的 因为黑棋在外边也很强 他就一点就行了 对 这底下太容易活起了 下边二路飞 吃不着 这不太容易 对 然后白棋 堂堂李氏时是扎钉 利尔拆三 扎在这 网开一面 他希望一跑 然后他在卧椅随而出 这样他对外事可能发挥作用 其实李宣豪也恐怕也不见得怕他 这个棋也可以处理 但局面会失控 接下来以下的变化 李宣豪就开始写实 这个我也是有个意见 我建议他还是叫做写意 现在这个棋 因为很明显 这一点和黑棋 一旦在这一线能够走 出入是很大的 因此白棋在扎钉之后 黑棋可以把它视为 我在白棋的阵型当中 扎下一个钉子 打进一个靴子 然后放在这 我不走了 先割着 如果李宣豪能够这样看的问题 就更好了 因为你不走 白棋下一招仍然很难带 对 你看你要吃这个 是吧 就等于刚才你这个形 你补了一个 我这两个损得很有限 如果要损的话 我就进三三 点个三三 对 你要正我就换三三 所以左边并不是很急 但是更有妙味的是 黑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个特别好 扎一个钉子 你我不走了 轻轻点水 太好 那么不走了走什么呢 所以我建议他大具为重 他要走这个 先小肩 先威胁你这一块 因为你这个算你先手 当然白棋也不会走 这就是刚才这个定式的遗留问题 对 我也可以不走 但是待会我下一步 进一步聚焦的时候 我们发现白棋外边变成扶平了 无根的扶平 你这还敢沾吗 对 你这不敢 如果白棋也是走这些的话 黑棋甚至可以考虑走这些 或者是这些 因为你这跳进来 我可以加 对 冲了加 所以我这块棋有可能壮大 关键是左边不急 这个很奇特 暂时不着急 你只要一封我 我就进脚 结果李先生和后来下面 从全局来看的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写实 其中有一个 从大局上来说有一个风险 就是有一天白棋醒悟了 被他先走这一遍的话 他仍然可以走这个 黑棋右边这一带 对白棋的威胁就要泡汤 对 来我们接着看 而且刚才这个小尖有鲜味 你这三个子是接还不接 你接是后手 对小尖 对小尖 他只有挤 你如果挤的话 他就已经很痛了 没有他将来这个还行 所以接着再顶一下 等于说黑棋这一串全都是厚了 对 而且不顶 他可以直接在这 他还不顶 因为你现在变重了 将来一定的时候再一吃 你还不知道是提还是接 然后顺便渗透下去 说不定这个子还要跑 这是我说夸张 就这意思 行 我们看实战 黑棋点入 对 点 就局部是好手 所以围棋有一个写实写意的问题 就局部写实是好手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 白棋挡这个 他肯定是不肯为了吃这个子 然后把脚给人家吃了 那亏太多了 黑棋退了 压这个 对压这个 这些写实局部 黑棋不是特别好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看的问题 你黑棋打入了 然后你通过这几道 其实你把白棋这个东西挖掉了 但是人家白棋搬到这又把你的东西挖掉了 没错 所以我们要给黑棋最大的表扬 也不过就是你把白棋的一者控破了 但是人家也把你的控破了 你不赔不赚 最多是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 他刚才走了不走 这个才好 是不是 他在控上并没有太大的所得 因为人家吃了你挂饺子 非常巨大 你怎么会有便宜 但是很奇怪 后来由于李适时有一招棋没下好 倒是全局李选好走回来这边还是黑棋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一般 当然黑棋断 这是好棋 打吃 接下来因为这盘棋我们刚才也渲染了 李适时一赢了有好多好多钱 你输了一分钱都没有 这是他自己设的规矩 所以一想到这个觉得压力也挺大 也应该很有意思 看这盘棋 在这个定型当中有一个问题 李适时九段可能失之没有那么严密 小秋 是吗 所以我觉得他不能不说奋战了这么多年之后 人金属还是有点疲劳 金属还是有点疲劳 您觉得他哪步棋有问题 他这个棋定型到这 这一般一看觉得很舒服 对 就满意了 看着这挺舒服 对 很满意 其实作为像李适时这样的局部高手 下一招棋 他怎么不下这个呢 我觉得很不爱 单挡 这个才是像李适时这样高手的风格 就让你补 没法补 不补又很大 你看接着我们看 黑棋这个轿吃可以保留 对 但是你这一单的你搂不住他 打吃的话他一拐打 你成后手了 很不幸 你变成后手了 而且你还很难受 他再一爬 一手棋可插不起 你走他不理了 待会这有点 是不是 一定的时候说不定这还有窜 对 白棋白便宜变成仙手了 他变成仙手了 那边一步起太大的一手 是吧 因此他走成这样之后 你说黑棋怎么办 黑棋要针仙手 有可能要走这个 拐打 然后他跳出来 你如果不理 我下一招能够加回去 还有点面子 是吧 就比较严丝和缝的风筑 好 这会白棋两个选择 他可以跳 也可以脱线 第一个可以脱线 甚至你叫吃完了再加 还可以脱线 就是一个关子而已 第二个 他可以走这个 当你在走这个的时候 你要小心他走这个 因为他下一步就是这个 因为他这个也没走 是的 搞不好他这个再探出来 我们发现刚才说的 林岸草金风那个典故 呼吱呼吱的风又来了 所以这个才像他的风格 对 所以看齐看到这 我发现 就用我们俗话说 难道李诗诗也老了吗 就有这样的问题 他实在是虎 这个虎怎么行 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转换 他以为可以 他觉得还可以 但是他又跟我们刚才说 续团阶段一个问题一样 评价一个局部变化 白棋还是得了实地 但是他落了后手 挡在这必须补 不然人家一拐你死了 你必须补 但是您是后手 后手 世界上还剩下一个地方非常大 又是黑棋战斗了 同时 我觉得李诗诗下的这最大一个失误 就是使刚才黑棋的一个严重还手 现在变成好棋了 刚好补在双骨口上 现在让黑棋补这招棋最好 你看我们李轩豪多有仙剑之名 所以我觉得这盘棋的精彩故事在这 以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我们看待围棋 因为它是动态的 刚才的臭棋以后可能变成好棋 刚才非常漂亮的一招棋 最后可能被人家全部吃掉 这个就看待围棋要这样看 你这个因素就不能不考虑 李轩豪的一个严重还手 现在变成恰到好处 是的 所以这盘棋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行 下层这样李轩豪有先 我们一看全局形势还是黑棋好 李九段辛苦了半天 大理和小理 大理和小理变了个个 小理变成大理了 邱大英也不知道 在60年代当时有个电影叫《大理老理和小理》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对 过去有个电影《黑白片》 现在是《大理和小理》 现在白棋这块棋总体不好 而且黑棋这块铁铛铛 对 白棋需要补棋 如果不补棋 人家不是这样刺你 人家知道会不会从下面点来要杀你 其实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如果知道要输的话 那么他什么棋都可以下 因为大不了结果一样 李适时仍然没有危机意识还是不够 但我觉得他对我们李轩豪的估计不够 李轩豪小伙子棋非常好 没错 下边一刀棋 又是我一看 我觉得李适时还是确实迟钝了一点 按照他的风格 这刀棋是必须走这 这不赶紧爬掉了 不理了 因为你不理我 你黑棋可以不理我 你不理我 我这个再搬起来 我就一锄头一锄头的挖 我就不信你下一刀棋要吃掉我这个 所以他一爬这个 黑棋可能常态一生还是只好搬住 是的 这班族白棋白便宜 然后继续往下走 全局是黑棋好 但是就比后来要好一些 对 因为他这张飘着一些怪位 将来一飞到这 他要作演的时候 你还是不补 你不补他有段 他就没卖 他就没卖掉 刚才我说的所谓林岸扫金风 因为后来我们有一种很熟的话 叫所谓狼丁人 我是看见一些什么小说还是什么网络上语言说狼丁人 狼丁的人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还是呼吱呼吱临终有一股暗风吹过来这种感觉好 这个就像李诗诗的棋 他就一点一点让你很不舒服 对 你完全把他当真了 他没棋 他戏弄你一下 他是风火戏诸侯 对吧 你如果不理他 他一下就给你扑过来了 好 李诗诗走这个 所以总体来说 觉得白旗确实下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不够紧 有这种感觉 你投入进去看 你品味就品得出这个 当然与此同时可以品出我们李宣豪有多优秀 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 他走这个 然后他立刻就断了 可以去断 这个断好手 先断 打吃 然后再拐打 你就可以知道李宣豪实力到什么程度了 对 刚才不想排名 现在还是想排一下 我怕我说不到的就对人家不尊敬 李宣豪 李玉婷 范婷玉 杨顶欣 范韵若 还有郭文潮 我们这个名单是一长篡 所以我们的90后 现在的95后 宽度是相当的厉害 对 宽度 宽度相当的好 可以头边断流 可以头边断流 他这个是非常细 因为你如果单拐就不一样 单拐他也不理你 你吃他就补了 先断一个让他多损一点关子 而且跟高手要交流一下 像弹琴一样 他们俩在这个时候也是知音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 大李和小李是知音 不管怎么样 黑鞋这个拐 白鞋都是会脱鲜的 会脱鲜 因为如果说你单提掉的话 等于说这下被人家摆走了 对 本来是应该你爬的地方 结果被人家摆拐了 这对于他们这样的气数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事情 所以他肯定脱鲜了 百分之九十几都是会脱鲜的 走到这 终于走到这个 还是不错 这个还是大 但是 当然李宣豪刚才这个步骤也可以兼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味 我们围棋 看围棋评价 我还是这样说 小球 我觉得不要说人家这招不好 那招好 太平面了 太肯浅了 你看黑鞋刚才这招说不定是尖这个 按照过去的方式说这个尖好 但其实人家这个也很有味道 你不能说人家这个不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鞋 还提了一下 提一个 温应手 看你是接还是不接 你如果接 底下这个活鞋已经没了 所以白鞋要求我底下保留一个近活的手段 我一做就活了 那么他再跟着追 如影相随 顶住 然后拐 是吧 是的 白鞋接上 然后跳 跳一个 好了 这块黑鞋 这块白鞋有点难受 难受在哪 你要做活 一拐就活了 是吧 但这个 怎么受得了呢 屈辱 但这个对于高手来说很难 过于屈辱 对 不行 如果你要跳 对他威胁大一点 活情没有了 李适时当然就选择了后一种 他就眼位没有 他肯定要跳 他一定要跳 李适号也很清楚 他这个地方就不要空了 不要那么多空了 他就逼迫白鞋去做活 爬一步 这个一定要斑 所谓逼迫他做活 不是你说网开一面 让他这样去活 这一爬一粒太大了 这活了全把黑鞋的空窍活没了 那么叫断 叫吃 它就藏 一爬 你如果有兴趣拐 它就顶住 没关系 是吧 你叫吃 它就接上 一断吃藏出来 它就把这个吃掉 我先把你这子吃了 对 先把这个吃 你这个挖不断我 就暂时出不了棋 所以李适时九段 当然也把这留下味道 他就不走了 他挖 他吃 叫吃 接上 然后李适号 再一门关键 把这边全部走后 这个必须得吃了 你如果再敢接到这 人家挤打先手 这打完了长一管 就出事 白鞋一段 好了 这块大鞋终于可以处理好了 总的来说 由于白鞋走着这个 白鞋处理还是算成功 还不错 就是说他处理算成功 但是总的来说 黑鞋又拐着了以及以下的关子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判断一下 全局形势很奇特 还是黑鞋好 你看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这些年轻高手 他们如果能够全面发展的话 力量又很强 一手拿枪一手拿稿 又战斗来又生产 那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他们简直是前途无量 你其实不管怎么变 最后都是我形式好 这样就行了 这个要求比较高 一般来说 因为有特点的话 很难两边兼顾 就说 我们来看 他把这边子都收掉了 提 好了 这个期间我们就发现打棋谱是不是打错了 你事实是不是下错了 他一提你这个不是一退吗 这明显关子好一点 因为你将来一接他再走 你吃一提打而还一 但是这边会有一些区别 对 关键就是 所以我就说 刚才李轩豪他的这个 他断一下再拐 和拐和李诗识 简直合上拍子了 这也差很多 这一定让李诗识作为前辈 因为他对上一个对手很面 他也不高兴 对 你发现一个小伙子 这个棋这么有内容 我相信他也是很高兴的 就是李诗识一看不能退 就关子这两部关子不能要 为什么呢 小乔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假如说你退 我搬毡以后 当然不是决先 你可以脱先 但是在你脱先之后 我不是搬这的 我是加这个的 然后我一加 你只能接回去 然后等我度过的时候 你发现由于有这一点 你基本上还得走一个 你不能立 你立了被人家一跳点 你接上 我一接 你全死了 你挖也不行 而且你再挖也行 你接了再冲 对不起 后手死 全世界最著名 还是后手死 这不行 所以说他很想退 但是 无与脚上的关系 他退一个 可能关子这边就更损了 不行 所以他只能吃这一种 原来有这一种 一大把 差了 行 那么黑气再把这个接回去 很精彩 白气大跳 白气大跳 我们现在可以简单 数一数控 最快的速度 算你这个尖先手 算你这一线都围到 10 12 14 16 18 22 24 26 28 33 36 38 40 到这一线40目 41 42 43 45目 这块没问题 46 47 47目 48 算你吃掉吧 49 50 60 62 63 65 66目 是不是 实控你有66目 黑气这是10 12 14 16 18 22 24 25 26 27 这个应该算30目 因为你已经半身不随了 一靠就吃了 30目 32 34 35 然后是45 46 47 48 49 55 15 25 25 54 55 56 57 58 59 66 16 26 36 65 66 67 66 77 好像奔75去了 因为在这一带 黑气还能长一点 没有 关键您这儿还有东西 这儿还有差一点 还有味道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骑士 黑气贴三幼四分之三子 贴完了之后 还要稍好一点 对 你的线就是在这一项 已经要稍好一点了 何况您这儿还有些味道 何况我待会儿这个子一穿下来 这是铁壁 贴的骨头边是有点肉的 是 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个形式 即便是这样 还是黑气好 黑气稍好一点 对 我们接着看 李向豪他这个很不错 这个肩冲 按照我们刚才这个形式判断的指引 就知道 让白气围到这一线 黑气就赢了 哪赢的不多 赢了 因为他这个肩冲到这儿 由于这儿都有接引 比如说我冲了 打吃各种 翻打或者这样打吃 因为他这个决穿 你必须这样定型 各种都有接受 可以这样打 也可以这样打 对 他这样打 局部倒是黑气死了 局部 但是他死的 就是刚刚死 你从一般是刚死 可是周围稍微有一点借用的话 他一滚打包的时候一卷 你就要出问题 对 因此这个地方我们把思路整理一下 但黑气从这儿来尖窗的时候 白气没办法反击 他挡不住 他除非自己补一个这个 让你黑气回去 让人家就高高兴兴连上就行了 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选项 行 我们就再看实战 白气长力 最早气 我一看 又想说刚才那句诗 因为我非常喜欢宁愿草进风这一句 就是我们的唐诗 对 他等于是什么呢 也是把每一个汉字最恰当的用在最好的位置上 从这个意义来说 我觉得我们的古诗词 唐诗诵词这些 就是跟我们下围棋一样 围棋就是把一个棋子用在最该用的地方 是相通的 琴棋 书画 诗词歌赋 这些都是相通的 那么他这招棋又是盯着你 藏出来 对 他没有直接供你盯着你那一块 然后黑棋就压回来了 压回来 对 他说你这个地方你一手 你也不能把我吃了吧 对 但是这一招棋 如一把剑穿心一样 要提防 我们就再看李宣豪的 然后李宣豪这个时候 赶紧搬粘掉 让你这个点变得不那么厉害了 对 这招棋也是 李宣豪应该是他藏的时候第一时间搬 那么事实在李宣豪压这个的时候 他应该马上点 适应手 这个都是一瞬间的戏剧性能力 我估计他们是个多秒 现在这个点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这个 看上去来得及 怎么来不及的 我们接着看 把虎一个 哎呀 这故事太好了 然后黑棋点到这 点 终于点到这来了 因为不要忘了 他还是有这个东西 是 中间是有一系列的线手 如果你只能走这个 他还走这个 你走这个 他再搬这个 最后你被他挤压都没多少东西了 是的 因为你这个显然不能断 你这个再一断 他两边一卷 卷麻花 就随便要吃一块了 好 这个精彩的故事 搬进去 断掉 断掉 你试试 咬牙跟他拼 也可能读秒了 最后要考验一下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看你这个地方行不行 你想好 这个长 这招棋 棒 最黑的一招 你看明明是死棋 他还长一个 他计算力很强 他这个 点了人家靠住之后 这个子肯定是不甘心 轻易辞掉了 就是看在中间要如何出棋 怎么样最大限度的把人家的空破掉 对 长了之后肯定人家打吃 对肯定打吃 那么接着我们看精彩的故事 连环拳 这是一个连环拳 你贴 你一斑 你就要吃 打吃 对 你长 所以大家就可以通过局部 这盘棋还是可以加深这个印象 我们精力智能手机 被围甲连帅这个赛场上 真是盘盘都是好棋 可谓聚聚锦锈 自制足迹 全都是好东西 好 这叫吃 这个必须要尝 不然这块钱要丢老命 这块钱老命不能丢 这被人家穿了 你就全死了 你就不提别的事了 已经 卷 现在开始卷新菜 尝 再卷 当然这个提也没有用 被人家打回去了 现在白棋能连回去 还算有点面子 但是黑棋又从另外一个地方 生出来一个叫吃 哇 吃这个 就借力而行 真漂亮 你现在不能提这个 提这个被人家通了 对 这不是通的问题 是吧 这显然不是通的问题 是这个问题 你最后只有靠把这个卖掉 做这个眼 然后这边还 这边还 这边还 还没完呢 所以这东西 他一叫吃白棋 白棋只能走这 这个就被黑棋抓掉了 把这个轰掉 这个轰掉 白棋毕竟可以接 那么李四十九段 选择了这个 黑棋下一招 他一有 他这儿还有一个 这底下还下得好 确实 他常在这儿还袭击外的 这两个只能连回去吗 本来提击你本来要连 但是被人家一吃是不是就已经通了 对 就已经脸上了 很简单 你看 续盘阶段 我一直在说要打要打 大概率事件 应该打了再说 结果人家就不打 最后小概率事件出现了 你看 利用这个点出奇了 然后白棋 假如说最狠的 就算他走在这儿 接在这儿 黑棋断了 倒是断不掉 断了被人家一挤打 连回去了 但是他粘一个先手 白棋一粘 他把它断了 这两个子 其经被吃了 这怎么行 总而言之不行 我们接着看 还有几招 因为他这盘棋 招数倒是有两百零几招 但是精华实际上 到以下几招棋之后 就基本上就确定了 他接住这个 没办法 很无奈 被人家搬回去了 就太残破了 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一段 给白棋算的控制 算到这一线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一线有黑棋的六木棋 这个顺负不用说 但是有几个悬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一招白棋点 对 点了一下 这个如果力量不够 你被李适时这一点 基本上就被他拿住了 你要小心 在这里别把自己 好好地持续给走死了 再放 拖在底下 你先好这一路拖好 所以李适时九段 这盘棋输了 虽然他一分对决费 没有拿到 但是他我觉得他输了 肯定不会太郁闷 看见年轻人的成长 我相信前辈高手 都是心里会比较高兴的 看见年轻一辈 这个表现不太好 前辈虽然赢了你 但是他也不会很爽 这个印的简直是丝毫都不差 具体的变化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要叫吃 他就团住 假如说白棋 比如说你觉得是个打结 但是他就搬一下 没有用 再紧住就行了 他底下只要能先手做出一个眼来就可以了 对 这是关键 他底下只需要先手一只眼 然后上面能做出一个后手眼 他回一个一团就有一后手 对 上边在岩石边可以找一只眼 所以李适豪如果下到这儿是独秒了 在独秒的时候把这些都了解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这小伙子太棒了 后来他一点一拖 那么这款棋都活的 那显然这个全局就已经一塌糊涂了 白棋 没错 以下呢其实还进行了一些 但是呢实际上跟胜负已经无关了 对 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局呢 大家已经看到 纸黑的李宣豪中盘战李适时 继童雨林之后呢 又把李适时砍了一刀 好远的 好 那好 今天的这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今天的文凭论道 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齐情天下 其乐无求 各位企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咱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